蓝白河有谱了吗 国民党对此事让外并行安内 对中常委维继帮郭台铭站台 遭得开闸停缺两年 而对蓝白河则传出了 9月先谈立委 10月份再谈总统大选 但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两个人都说会坚持选下去 走进台达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赴桃源参访同时 蓝白整合版本也持续更新 最新消息是 双方9月先谈立委 10月再谈总统 我是国民党征召的总统参选人 而且经过前代位提名通过 我为团结所有的力量 一步一脚印赢得最后盛行 国民党侯友宜强调自己的正统性 但根据民众党内参民调 赞成在野整合推一人参选的 有超过四成八 反对的两成一 其中就以侯友宜的支持者最挺 高达八成一要整合 挺郭台名的也有七成认为该整合 反而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只有六成七乐见 也让柯文哲进办再澄清 柯文哲想谈的是 隔回同意权等议题 至于选举整合 免谈 没有所谓的蓝白盒的时程表 我们会依据自己的步骤 区域立委以及不分区立委 甚至也在规划自己的副手 想要有哪一个觉得说 我往前冲到最后一定是我赢 那也很难谈 来因不少人巴布的蓝白合成真 偏偏先合的 是跟取得国民党外卡资格不成的郭台名 这怎么行 日前郭台名去新竹一名庙 国民党中常委范成莲公开陪同 党中央决定开闸 范成莲中常委跟中央客家事务委员会 主委身份都被停权两年 选战只有你输我赢哪还谈交情 再也想整合又陷入错综的三角关系 郭台名行单隐之 只能看着蓝友琴 科武艺 TVBS新闻张家宝丽皮台北报道 在八十两表回出安打的侯友宜 今天发表新政见 六十五岁以上 全额补助健保 而且会排付约四百万人受惠 但陈时中倒是大酸 钱从哪里来 不然只是空口说百话 侯友宜跳的卖力 虽然动作都没在拍子上 但政策经费 总要让长辈觉得用在刀口上 抛出长者设服证件 现行健保补助范围只有六都 新北基隆不排付 台北桃源要所得税缴纳百分之二十以下 台中高雄台南则是五% 未来侯友宜承诺当上总统 现行制度会留下 台中台南高雄外加中央的排付 所得五到二十% 其他县市也都能享有排付后的 长者健保免钱 大约有四百万人受惠 抛政策不忘酸 前朝不做事 被点名的当然得讲回去 他的财务的规划到底怎么样 先要给这样讲 要不然大家空口说白话 民进党有能力做这个事情 但是侯友宜 有没有能力做的事情 以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的财务状况 我看是没办法 算起来要增加裁员 一百六十亿 提出来的医疗 健康支出 要达到GDP的 百分之八就足以来面对 狂抛政见但裁奖观光 政府马上开放陆客团 喊开癌症基金会 民进党没几天马上绑对线 还是要肯定的 不过我也要提醒民进党 要像论文这样子 记得来言出处 要备注 免得人家说你是在抄袭 看来侯友宜不在佛系 在野整合受的怨气 瞄准绿营 一并吐回去 请问复电话 陈胜文 刘悦俊 专盖域 SN小组 台北参谋到 问了联储选总统 郭台铭早在一个月前 就规划科技方式 目前已经完成测试了 但中选会表示 无法受理 数位身份证的赢一本 而且没有亲笔签名 或者盖章 通通无效 在中途必须整合 严肃这都只是过程 但这条路似乎比郭董想的 还要曲折 跟市场参加班谈 突出满肚子心酸 原来是自己早在一个月前 就找来IT团队筹备 要在符合各资法的先提下 开发LINE AT串联科技联署 而且现阶段已完成建制测试 却收到中选会回函 卡在身份证赢本套印 无法受理 也就是说中选会要求 在2023年的今天 每一个身份证赢本 都要拿出身份证 引印 然后拿剪刀剪下来 然后拿胶水连上去 唐凤部长请问 您对这种事情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赶在联署方式 没能与时俱进 遑论数位升级 而中选会也回应 依选办法第21条23条 联署人名册 未经联署人亲自签名 或盖章者无效 中选会只是依法办理选物 其他没有评论 只能按照老规矩 科技连数几乎确定 不可行 那传统连数要搜集几份 郭董采满益 据了解120万就是标的 外界在传五十万八十万一百万 现在甚至还有两百万的说法 越喊越高 我现在压力三大 我说基本的三十万份门票 一定有信心拿得到 不愿漫天喊价 三十万的楼地板 稳稳拿下 TVBS新闻小会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